FMQ1.5 煮油一聲 漁夫煮油脖 各位聽聞朋友大家好 我是漁夫 我們漁夫到每個禮拜共同祭免的機會 今天先給各位抱歉一下 然後蒸一瓶 感冒 感冒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好了啦 剛剛好了 但是呢 還有一個瓶瓶聲 所以請 請大家 請大家喝一杯 我們今天要來講這個 台南吃牛肉 要講牛肉正常 我先要講幾個觀眾 很多人問我 漁夫 你就 你有寫這間 為什麼不寫我這間 為什麼寫那間 為什麼不寫這間 甚至有人說 我明明知道 對一間也很好吃啊 結果你都沒要報那間 所以我這個瓶瓶聲 我也要跟很多的這個 我的瓶瓶說 我其實我在尋找 我一開始就跟各位說 到底不是在說美食 我是在說那個 台南人工族的精神 跟人生的態度 這是第一點啦 第二點 我也不是記者 那是記者才有附証 司機說每間都要報 我不是 我是在尋找這個精神 我最重要就是要把門窗尋得好寫 不過呢 我也有原則 比較說這間店 老闆我如果不賣 我如果不是常常去 老闆也不賣 這樣喔 我來什麼 這不對呢 為什麼 這簡單嘛 我如果無了解這個老闆 他就是他的這個收用 他的人品 他的飲品 結果 人家車給我看見 去到那裡說 我是漁夫介紹來的 欸 拜託 那個老闆 他那是一半就說 我又無了解他 結果他的身體是很壞的 一樣派出去 還是跟我們怎樣 還是他這樣做太高的 這樣環境也不在用 我就叫他麻糬 對吧 所以喔 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 在這個網路上 當然 他們吃的衣服就說好吃 就寫說 這間也好吃 那間也好吃 這樣我寄一個禮 比較我有一種 我想到說 我因為在這個台中 我不要說那些什麼店 但是有人拿去就說 余大哥在Facebook裡面寫說 你在什麼摸摸店 台中摸摸好吃的地方 我有怎麼給你介紹的另外一間 那間也很好吃 喔 還不是這樣 我就去 那我一間喔 喔 那 那 那 從 還沒桌子呢 連桌子讓人家坐 就讓人家說 可以放一個東西 還沒呢 全部的人都 在那個 用一個小凳子坐在那裡 喔 喔 我就開始那個印象就壞了 欸 我們 我們這個 你用這樣 骨頭給他吃東西喔 欸 古早時代是可以這樣 古早時代 如果是說要穿著啦 喔 喔 那個 古早人說沒桌子 你也說可以說 骨頭吃 喔 啊你那就表示說 你賺錢 連一點點回饋心就沒有 你也拜託了 你也要這樣 桌子讓人家放一個東西 好 好 啊去看三個人 老老啊 喔 啊去看就知道 兩個 兩個 比較少年一點 那就是 沒多少年啦 看起來也是 欸 可能比我多歲了 五六十歲人啊 啊 啊對著 他們 他們拔 喔 啊三個人在那 喔 啊做一米 喔 啊做一米在那 在那裡 喔 啊你想看看 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 我看這兩個是好心啊 啊這兩個好心喔 啊不然好好去這樣 找一個頭路一下 啊你把你老婆 都夾在那裡 啊你三個人在那裡 你賣一米而已 啊 啊生理我看他是不錯啦 但是我看他 就很無衛生嘛 喔 啊你 啊那個 服務態度 很壞 喔 很壞 啊所以喔 我看一看喔 啊 這個我忘記 喔 啊還有一個關節 如果是店頭 不是老闆站在那裡 那我也沒要 沒要 沒要他寫 有什麼沒要寫 啊你 欸 我們哪 載油 載油 什麼載油煮啊 什麼 欸 反正就是說 我們如果吃到 喝酒 派人家 怎麼看這個老闆 他有用心在做 啊結果不是這樣喔 啊譬如說你連鎖店 老闆又不在那裡啦 對不對 啊我剛剛親在做做的 啊你也不知道 你要找人 找人 找人媽媽也罵不得了 對不對 啊你說這間餐廳 尤其是說 我台北都是 不愛去公園 什麼連鎖餐廳 找不到老闆 搶媽啦 哈哈 那人家吃了好問題 都找不到老闆 搶媽 那老闆你如果跟媽 台北都是寄這裡去媽 啊我們罵不得了 啊我們罵不得了 啊 好 來 所以這就是基本的環節 啊 基本的環節 好 我們現在要來講牛肉 這隻是不是 你如果說了這牛肉 好 這位就多了 不過呢 啊 有一個人 我們就知道這個 這個 中央研究員的議長 李遠哲 啊李遠哲呢 有一種 來到台南 啊 他就找一群朋友 啊 或是說他去拍 tennis 拍完了 就說要找一些 在地的 人跟他做的 啊 公共的 啊當然是 說一些國家的 大風向啦 啊 就說 啊這漁夫就在台南 就找來講 啊 我 國家的方向 他講也是這些 啊你那 你那 你那這個 那這個 不求啦 這個 我們 我們所有的網友 投票出來說 假 假 這個 去年呢 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 叫做 假 假 都是假 啊 都是假 啊 我本來就是 都是假 你都不行 啊 我跟你說都是假 這是真的事 這是假呢 這是真的呢 齁 你說他是假總統 假啊 沒有不對啊 齁 人家是要做特首啊 對不對 啊 那對方說什麼 他也說什麼 中國說什麼 他也說什麼 我們做公的啊 啊 啊你又說 人家都跟你說 人家都跟你說真的啊 你自己買的認為是假 對嗎 啊 啊所以啊 欸 啊 還說他這麼去齁 啊李彥哲下來就在公話啊 啊 就說 都要點菜 就喔 啊就李彥哲下來 當然也是 要請他吃個飯 就有人出來請他吃個飯嘛 啊 李彥哲雖說 霰歉 我沒吃牛肉 那怎麼沒吃牛肉 那是因為李遠哲你們家在做殘 李遠哲他們家不是在做殘 他是新的李哲凡的兒子 他是美術家的兒子 他們家不是在做殘 當然早期的台灣人是沒吃牛 不過李遠哲不是為了這個原因 他說這是環保問題 他說是為了環保問題 他說你不知道 這吃牛啊 這吃牛 在這樣奉用 你如果有認真去研究 只有這個奉用的過程 跟這個運輸的過程 產生了這個 比如說二氧化碳 這種排放 對地球影響非常大 所以他是為了環保沒有吃牛 如果吃牛肉 當然就是在北人吃最多 全世界就是北人吃最多 以前我們沒在吃 台灣人沒在吃 日本人也沒在吃 但是美國人齁 是這樣啦 如果長期尤其是很多我流媒的朋友 他們對那個牛肉 他們是因為美國牛最好吃 但是美國牛真的好吃 我老實說 先不要說瘦肉精 我們先說 他的牛肉 美國牛真的好吃 真的是好吃 但是為什麼好吃 不知道 有年三月我也不知道 我還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第一季 二十幾歲去到美國 在紐約 紐約 紐約 他們就在那裡 找到一間牛排館 問我說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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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課這個 踢蹦 踢蹦 就是叮骨牛排 好 我說好啊 啊 我們想說 對 啊來美國 叫的東西 你要知道美國人齁 他們的官僵跟我們不一樣 我就想簡單的跟你說齁 我第一次去到這個 美國去市場 就點一個炒飯 點炒飯齁 欸 我們台灣人的生活就是說 炒飯就是主食嘛 炒飯就是講一份嘛 嘿 結果不是 美國人是富食 是菜 結果你看看店來的時候 吼 那個炒飯驚死人 是大 一桌子山的 這樣 因為看到我們那裡有坐三個人 總共跟胖三人分來 啊 沒有 不是辦法 每一個人一份 每一個人都很大分 這樣就對了 嚇死人 美國人要這樣吃 叫沙拉也是一樣 沙拉我們是菜 他們是主食 因為美國人中島的時候 煮沙拉吃吃就好了 那沙拉來的時候 比我媽 早上去買菜 又多 嚇死人的 就對了 所以呢 不然呢 這個 那時候我就叫他 鐵棒嘛 我想說 鐵棒 這個美國人來 一定又很大 高人無處 呵呵 來一個 比皮比較大的 啦 比皮比較大隻就對了 比較大隻就對了 齁 齁 你如果說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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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人不知道是怎樣 很高質 尤其是美國人 還有一個國家叫做鐵國人 齁 啊這兩國的人都很大聲的 齁 都吃那種無脈的關係 齁 齁 鐵國人齁 我有一種去鐵國 齁 去那個 杜賽多夫 叫做杜賽多夫 啊 去那齁齁 啊 我們這個 謝志偉 不是 我們的謝志偉 就是我們的 那個 祝德代表那時候 就含兩個 這個 鐵國的 這個 報酬啊 原來是記者就對了 啊 剛剛在 這個 在說我們台灣的情形 啊 現在就請他們的記者呢 啊 去吃一間說 當地啦齁 那個當地 我們這個台狗啊 台灣人啊 啊 請人家說 啊我帶你們去一間 這間這個牛排齁齁 是用炭燒的齁 炭燒的齁 啊 那老闆齁齁 是自己齁 下去 那個 他自己 在那裡開一個 很大間的牧場就對了 齁 在那裡開一個 啊 他在那裡開一個 所有的製作過程 全部在裡面 欸 這種的就沒有什麼 所謂的瘦肉精嘛 齁 就說他 他那個牧場只供應他自己 本身的 這個餐廳所需啊 啊 叫我一味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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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 欸 這個三百磅 他說 吃最多的要吃六百磅 欸 那三百磅 三百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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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我臉那麼多了耶 齁 還有人吃六百磅 齁 齁 我總 我就說齁 我沒有說啊 你買 你要吃什麼 我說 為了台灣人的專業 不給他吃六百磅 齁 齁 就叫他六百磅 來 嚇死人的大 比麵湯還大 齁 比那個顧麵湯還大 齁 齁 吃國民湯也沒了 那吃的 台灣人也不是吃國民湯的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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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 齁 好便宜到這裡齁 齁 真的沒法度啦 沒法度 但是呢 那是一招呢 我就跟他問那個老闆說 欸啊你們這 最多的 是委員隊來齁 對一國人 啊他就是 全世界各國的公共共共都會來 啊他就 他說 齁齁 就是你們台灣啦 台灣台灣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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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似人大 齁齁 這是台灣之光 齁 對 他說 那裡他是 大壞 大壞 吼 那裡 說 那裡 他說 我們 就像 台灣 台灣 總之如果台灣台灣之光 齁 吃幾塊你給你看看 這六塊啦 六塊 六塊就是六百磅乘以八 乘以六 三千六百磅 我在怕倒人 真的整隻鼓都吞下去了 比那個人說什麼蛇吞象 我看他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 如果是在歐洲 或是在美國 其實 歐洲不太吃美國牛 因為美國人的美國牛都有瘦肉筋 那中國是不吃不進口 韓國是被迫進口 台灣是馬人叫大兄弟保證沒有瘦肉筋 絕對不給他吃賣 阿家賣那裡有茶就有了 有啊 我們知道就是說我就是有一座 來去到那個 美工 去到那個台北 吃那種美工牛 我朋友問他人是很熱情給我交代 這樣一克兩三千塊 這樣開開 結果呢 讓他找到那間 那間 馬上有瘦肉筋 我朋友說 怎麼會說 有優勁嗎 我說 等待 等待 吃下去有優勁嗎 不是說水老闆 那不是水老闆 有可能吃這個 我 我們一大堆要經常破壞的購買都不會開了 呵呵呵 很嚴重 呵呵 啊所以喔 呃 這要跟你說喔 這政府齁 就是這種 罵這種政府齁 我跟你說 那種假啦 也沒錯啦 都是假啦 假 我是說 假啦 不是假 不是假 假 假 啊這 我們就說 呃 這個李彥哲 他就 為了環保沒有要吃苦肉 對吧 啊這是怎樣 古早時代 我們台灣人跟日本人 都沒有要吃苦肉 啊就是日本人是在那個 黑船事件 當然日本人是鎖國嘛 啊就是美國人就塞到那些 他們的戰艦去到 日本的時候 把日本的門戶打開 都開開 啊開開後那時候 美國人就開始 在這個日本的藥武揚威嘛 啊有一天他們就跟他們說 第一就是那個 美國人齁 要准定養骨啦 養骨 啊你本來 去看看 去參觀後 總過來跟天空說 奇怪啊 美國人才會把牛 養的那個 那個 准定呢 啊准定是有 餐湯雷燒 啊 當然啊 要研究結果說 啊那些的牛呢 不是為了要雷餐 那是要吃的牛啦 美國人要吃的牛啦 所以他把養在他的那個 那個 政感的上面 啊但是呢 這樣也不夠湯吃了 不夠湯吃了 所以這個美國人就是 早起跟這個 啊日本天空說 我沒吃牛啦 啊日本天空說 你說什麼 我沒吃牛啦 他說蛤 牛要吃的哦 哦 天空都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他嘛 啊因為咯 咯咯咯咯咯 日本咯 在這個 米 米鳳 這個 啊 在明治維新之前 日本人會吃鮮 台北都吃魚啦 那如果有腳 他都不吃 哦 這個民眾 他有激進於吃 要怎麼說吃半素啦 是有吃魚肉啦 但是他幾乎不吃 這種雞鴨啦 有兩隻腳的啦 有四隻腳的啦 這些都不吃 所以這個民主性就是有 吃半素 等於是吃半素 那日本這個民族就很奇怪 就反正 他如果去我上拍拍 他就 好 我要你拍拍 這樣我都跟你講 沒關係 我通通跟你學 啊 你為什麼會打贏我 啊我就跟你學嘛 啊 所以那時候 日本就開始說要明治維新 哦 你會記得 他以前在那邊封城秀吉 什麼說要去拍那個中國有嗎 啊那個中國呢 那個原調也要去拍他啊 結果那個飯就放他那邊 啊 啊日本人說 齁 這樣齁 這個中國齁 這麼強 所以我們要去把他翻掉 齁 齁 那是 以那個 時代來說唐朝是 唐朝 所謂的中國盛世齁 齁 那個盛世齁 現在美國這樣 齁 你說那個國民所得 什麼 那是以前沒有在統計 那如果真的沒有在統計 那時候 其實實在是 中國是很強的時代 啊但是日本人就是這樣很厲害了 你說殘中啊 齁 殘這件事 殘 日本人就說 吃讚 我自己賀 賀賀賀的 欸 請問現在全世界只要賀賀 賀賀這件事是給中國才發展出來 但是日本人才賀賀 賀賀賀後 都賓作音的 固有的文化 現在還有人要去中國賀賀賀 賀賀 沒有嘛 對吧 也是這樣啊 所以這 但是日本人也是有選擇 比較我們說 當初在在中國賀一些 風景風景的制度的時候 他有一些沒賀賀 太賀 太賀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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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賀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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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有毛病,真的有毛病 所以日本人會賣的沒有 但是那個時候日本人就開始說他們要吃牛肉 我想說是日本人先吃牛肉,台灣人才開始吃牛肉 但是歷史的源源發展是這樣 日本人那個時候就是因為說 我如果要明日維新 我的人民的體力不可以說吃魚 一定要吃牛肉 所以天空有一天從開始吃牛肉 我跟你說,天空在嘴巴下去 所有日本人都像要四六八這樣 那是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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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怎麼能吃牛肉 牛是我們的好朋友 台灣人一定的觀念也是這樣 台北人如果是說用牛在擂殘的 台北人都是像這樣 但是這要怎麼說 牛是好朋友 狗也是好朋友 我以前就聽了一句話說 這句話很深色 他說 他說 沒吃牛肉 煎 牛和煎 煎就是狗 無吃牛煎 公民不恨 吃到牛煎 第六難別 這句,我們的祖先在說這句,真有意思 他說,不吃牛犬就說,吃牛肉吃狗肉才會公民才會有啦 但是,這句的意思,以我來看,那是不一定啦 但是,你不吃牛犬的意思是說,你要吃牛犬就是吃你的好朋友 人生在世,你不賺平的錢,不賺上的錢 你不吃朋友,你不賺朋友就不賺什麼 別人也不賺了,如果是你的敵人,當然也不賺給你賺 我一定是明白的是你的敵人啦 所以你不賺我,所以有這種敵人都需要朋友 或是有這種朋友都需要敵人,對吧 所以我們有的就是這樣嘛,所以說吃料,不吃牛犬,公民不賺 意思是說,你如果專門吃朋友,專門害朋友 你公民才會賺,但是你如果吃牛犬,你地獄就難免 反正,你現在就害朋友,對吧? 我告訴你,欲猶欲保,善猶善保啦 我現在講到,像陳前,現在就宗教台去了,讓火神尾,好啦 又撐回來 不過,日本人是一個很好笑的,就是說 他自從天空開始吃牛仔後,他就開始吃牛仔了 欸,你現在去日本喔,我嚇到人,我有一個吃的,什麼飛彈山 他不知道是不是撐著蛋啦,反正 漢字是我們自己看的,我們自己撐啦 什麼飛彈山,牛肉,哇,不得了啦 貴到人家都要翻過 你知道現在河牛都很貴,不管你是澳洲,日本人去澳洲吃的河牛也是很貴 啊,反正他的,啊,我有一個人在那個康別,不是康別,是康別,不是,走到去吃那個,他們的牛肉火鍋 哦,那牛肉真的很好吃 哦,那牛肉很好吃 啊,有一座又去一個,啊,日本東京的東京飯店,哦 啊,有人去吃他們牛肉,牛肉的鐵板燒 哦,那也很好吃啊,哦 哦,就是我先跟你說,那都很人請我,我沒錢人去啊,哦 啊,反正呢,去那,哦,真的都很合適,很好吃啊,哦 啊,所以呢,這,這就是,哦,人家說,哦,真正好吃啊,日本人很厲害就是這樣 我,我本來沒錢人,啊,你把我吃,你把我吃牛,哦,啊,啊,吃牛呢,啊,這個,野門,林北,哦,就跟你好好的,齊,哦,如齊,齊得很厲害,齊得很好吃,哦,所以這,這,日本人哪有厲害的地方 啊,啊,如果美國人呢,美國人還要給我們製造那個美國牛,啊,我們的蔡英文就是因為他那時候90,美國人說要製造美國牛,啊,美國人請問一下,美國人吃牛,他們吃牛肉也不怕瘦肉精,當然也怕,但是人家的制度比較好啊,瘦肉精那人家的檢驗出來啊,啊,我們不是啊, 我們現在出事情就是,開始,哎,呃,請問這個,這個,董事長,啊,你們為什麼會有出現這一種,啊,瘦肉精的牛肉 他說,哦,這個,哦,這個,我們哦,都跟我們沒有關係,這運輸過程污染,哦,啊,不然就,什麼,哎,送一次的時候是,是,衛,衛生署單位,什麼,這個,衛福部呢,沒有好好檢驗,哦,啊,就散了散去,哦,大家就太極神打起來,哦,啊,打到地,哦,啊,你就完全都不知道,說到底,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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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沙灘家旋,污染家旋,污染家旋邊,啊, Paradise國旋. 裡唸兩家旋那你們那就明明有瘦勒筋了,啊,你在那邊 situ定ái嗎? 喔,無ождения旋 же旋,喔,美國旋,喔,台灣人說雖然一起很好笑的,齁うん database,啊,所以我有一個座戶去代拜,啊,我們知道這是天龍國,,喔,裡面有很多天龍人,當然也有天良人,喔,啊, dessa天龍國,喔 農人是實在是 如果麻煙薬做什麼都丟就丟了 我有一個人去吃一間牛肉麵店 在這裡就看到 那看到門口就說 本店使用紐澳牛肉 我想說 喔 你如果使用紐澳牛肉 那一頓美國肉要進口 美國牛肉要進口 我一頓在這裡就跟老闆說 喔 那你怎麼玩笑說 那這樣子看來呢 你是賣紐澳的牛肉 那應該是沒有燒肉精喔 那老闆都跟老闆說 沒有 美國牛就不要吃啊 進口美國牛你就不要吃啊 這真的喔 我們台灣人又說一句話 說喔 豬齁 不在死啦 宅澳 宅澳啊 豬你如果要抬 因為我們四個種 豬宅澳不在死 牛 宅澳不在死 牛你如果要抬 他知道啊 有一些牛 還有老闆的 又在身材而已 骨在你啦 看你 你要抬就好 你剛才快要抬 我給你抬了 這樣啦 啊 那這種的喔 為什麼要抬了 做牛 做要抬還要抬還要抬 又做這種鋼骨 齁 人家叫做鋼骨 人家跟你說啊 美國肉沒有瘦肉精 你就想說沒有瘦肉精 所以我就告訴你老闆說 啊不然我請問你 你知道你買的是美國牛嗎 你知道嗎 啊賣的人知道他賣的是美國牛嗎 有瘦肉精嗎 啊吃的人要怎麼用 吃的人跟人頭上那個 那種座下說 本店使用牛奧牛肉這樣而已 所以說這些人講啦 講台灣人 講天龍人 所以說起來 這就是說 我們做很多事情 一定要記得就是 這個政府有很多事情 不敢跟你說 你說這不是民主政府 沒有不對 原來民主的意思是說 人民選出 政治人物來跟我們服務 理論上是這樣 理論上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但問題是 這中間還有一個叫財團 你沒有把它算進來 一個政客是比較聽財團的位 還是比較聽你老闆生的位 你想也知道嘛 選舉到 財團一億兩億三億 三億一直跟你支持 我問你選舉完 你一個小老百姓 你有什麼說的 一票而已 你一票而已 財團除了一票 還有一億 對吧 你算什麼 對吧 我們算什麼 不是你算什麼 我們 我們算什麼 所以呢 這個民主有時候 你會想到說 這個財團 你就很棄了 就對了 財團其實是差在裡面的 所以呢 他做大部分的政客人物 都會聽財團的話 不會聽老百姓的話 譬如說 一天有一個 某某政黨 我也說 對一個 金主 就說要請他吃飯 他說 某某人 要去選什麼 某某市長 這樣 與夫先生 你敢不敢來跟他 貢獻一下 所以 我說可以啊 你如果要吃飯 可以啊 你如果說我們單純 我們兩個吃飯 我們兩個吃飯 當然可以啊 你沒來沒去 再叫一個政客來 對吧 那政客 再跟財團 再跟我這樣剛好 行程 我剛才剛才說的 財團 沒有用的選民 跟一個政客 這樣誰的坐 那吃飯 什麼意思 沒有啦 請你來建言 不要建言啦 這 大部分的政客 都直接三五瓶 好像吹牛肚 啊 說到這樣 大聲 小聲 說到這樣 欸 要讓你六三三 齁 現在做不到 行程要關採 怎麼做 也都沒做啊 怎麼做 沒有做啊 對不對 啊所以呢 我就給他鼓轉 齁 我 我齁 就是慢慢齁 我都沒來插插就是這樣 齁 好啦 我們還要來講 我跟他講 牛肉說不完 越說越不知道 說越多了 啊 所以 最好 就是要說 如果是牛肉 最好的就是現在 啊 我有一個 朋友 吃心想 他來到台南 他有第一件事 他就說 欸 我要吃牛肉 他說 我在台北 你跟誰 不要吃牛肉 不要聽你要吃牛肉 他說沒有沒有 台北我是不敢吃 那台南就要吃 這麼好 那我就要研究你台南齁 齁 這個 看你這個人在想 台南開始是牛肉 都現在 齁 好 啊這個事 也是很注意喔 我在台南 在吃這隻牛肉齁 我 也去研究 齁 欸 你如果 你在美國進口 或是牛肉 你是要在看 你不想買紀錶,走到美國看 看人家怎麼吃 當然你說電影壓平要補 但是如果壓平在補,你看看是誰補的 如果是廠商自己做的宣傳 譬如說紐西蘭的牛奶 純淨什麼,結果怎樣 結果發現有什麼汙染、燒火,都有點長 紐西蘭是很純淨 所以你要看誰做的 台南有一個好處,就是金 金,所以你可以去看 當場去看 還有一個肉片刺到 台南我這樣研究,買了 台南有兩個,出名一個樓山 一個是阿鳥 買了我就去哪裡 買了我就問樓山 樓山剛才不能找到 台南有一個好處 從這邊聽說 另外一方面就是阿鳥 他是一個路線 他在我們現在的報案市場裡面做 我為什麼說他呢 因為我們現在在吃什麼老鎮牛肉 什麼鯖啊 牛肉啦 還有英康那種 用頻錄幾個鏡的這個 比如說奇哥牛肉啦 大部分都給他 我買的是探家才說 喔原來是這樣 這樣冠軍去看那個照片到底是怎樣 我就跑去看了 所以我就找完這個在地的韜客 現在大家都叫他韜哥啦 現在網路裡面看到他出現了 都叫他韜哥 就跑去保安市場看 有那一支鯖片起來 所以這鯖片裡面 就是我們去設保安市場 我們因為說沒有 所以我們就聽他聲音 王贤棠喔 這鯖鯊 鯖鯊 臺南 臺南 台南人的最高的臺虎肉 他們只有獸了啦 他們etz他只有享受賞 林某就笑,林某就笑,林某就笑 好,你講的那間大你怎麼知道? 有,知道,在北岸市場裡面,我們就吃牛肉湯嘛齁 那肉,我們就來,我等一下帶你來看看 市場喔,有30公里的立書 30公里喔? 可是,這個建築物核心,它的礦人那種很好的 喔,我們就算台南比較現代華 現代華的傳統市場 喔,這樣喔? 這是一樓的平面圖 嘿嘿嘿,這個市場算了現代華的 從這裡都有電扶梯的 有齁 這裡,那種分類這樣齁 這樣比較 這比較現代華的市場 各位,還在北岸上,還在北岸上 來那個,我先洗一輪吧 喔,洗一輪吧 看這個 對啊齁 你知道現在的現代華的傳統市場 這樣齁 這樣齁 非常進步的 謝謝,謝謝 吃牛肉湯喔 我們也看北岸吧齁 就像我們那樣 來這裡看一看 你我們貨園的在這裡就對了 肉園在哪裡來的 我們這裡傳統市場 喔,我們這裡進來 對 那這裡一間啦 國際啊,這裡 這間啊,這間啊 這間啊,這間啊 好,什麼呢 都是 黃牛 蛤 蛤 這是鋪在哪裡 鋪在哪裡 都是什麼 黃牛 黃牛喔 老鎮牛肉 怎麼來你這裡客 老鎮牛肉還來我們這裡客 黃牛喔 老鎮老鎮老鎮 老鎮老鎮都是喔 沒有啊 鎮成功的鎮 黃牛肉 黃牛肉 林荷 Perfect 裡面都有這個喔 裡有很多巫泥 彼兒鴿肉 熊花鎮 對 對 所以它的臉頰肉 臉頰肉 蓮蓮肉 不開了 該叫臉頰肉 還是叫花鎮 化鎮 放 essas 才會好吃 要吃? 要吃我們吃 要吃我們吃,看人家的口味就對了 我們這個台南台牛的就是老三跟你們比較大 比較大,比較大間 因為就是要吃了,你在台南吃很多牛肉 牛肉圓就是從這裡來 台北粉的,比較有名的牛肉吃都是你們這裡叫的嗎? 我叫漆哥 漆哥 漆哥也是喔 漆哥的那種叫漆哥 漆哥就在南大陸那種 哦 哦 他們大陸那種 這是甚麼瘦肉筋,我們這本來是沒有肉 哦,一定要去刪罰肉片市場,那裡台 所以,他們都要在這裡檢驗就對了 這就是現宅的佛分 這都是現宅的佛分 牛肉麵 所以這先要漏起來 這個漏塊 繩子都很漂亮 就是整塊的肉塊 這樣才有肉怎麼回來了 謝謝謝謝 阿哥要吃什麼 吃雞鴨餅 這就是我們去保安市場 去找來看的 看了我才了解說 奇怪我們普通在台南 拜年你要吃牛肉湯 沒在賣啊 為什麼老鎮也在賣啊 他說我們分兩種 一種是汆燙 汆燙的部位不一樣 另外一種它是下去漏的 所以它部位不太一樣 所以它漏的時候 就比較不受當天的這個 不一定說它是當天的新鮮的 因為它要漏嘛 你如果要汆燙的話 當然要當天新鮮的啊 所以在台南吃醋味 吃牛肉麵的方法 也是兩種 一種就是想像 我們現在在說的老鎮 他要經過漏 我怎麼看他們 裡面喔 那腳人要把這個漏成這樣 這樣看不到底就對了 只有那腳湯看不到會變 這樣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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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所以他聽說要乳上十四個小時 他牛肉麵來玩就是台南在地 台南在地在什麼肉 就是台黃牛 台水牛啦 我也有一次跟我們太太兩個人 都走去看 去看養牛的地方 不是宰牛的地方 看宰牛看完之後 回來就開始買這個了 看起來要怕死 就是走去看養牛的地方 看一看他們是怎樣養 像美國人在養 很怕人 看一種環保團體在一起 那種牛的飼料 一直用一直用 不是在吃醋 牛沒有在吃醋 牛是吃飼料 美國牛是這樣 所以不怪有瘦肉精 我們台南的牛 就不是 牛真的吃醋 我也走去看 那種什麼乳牛 也就是 我們現在在做一種 乳牛 就是說 什麼林鳳銀牛奶 那種在台南的 就看他們去 安裝飼料 所以台北都是吃醋 吃醋 吃醋是這樣啦 你比如牛牛牛吃醋 是比較有一個醋味 有一個 那個味道 不像美國牛吃飼料的 那麼的香 但是比較健康 但是比較健康 美國人如果吃不對 又瘦肉精又來 所以我們這個台南 如果台就是 本餐的 黃牛還是水牛 所以 台南在吃 這個牛肉麵 就是一種的 是用 紅燒牛肉麵的那種方法做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台南在煮 這個牛肉麵 剛才我說的 紅燒牛肉麵 以外 以外 我們就是 這個用 這個 汆燙的方式 汆燙的方式也是 牛肉麵啊 因為這個很簡單的 它就是 它的 清湯 現在 麵把它放下去 把它湯一湯 這樣讓這個汆燙的 牛肉麵 這樣讓這個汆燙的 基本上 很多人問我說 你的食安問題 你們台南 都是如何改革 我說 兩項改革方式 一項 剋新名 為什麼剋新名 剋新名 剋新名 跟祖先 這最重要 為什麼剋新名 我現在記得 我去看那個 再發號的 那個 他在做那個肉粽 欸 他在做肉粽 在包肉粽 那個上面 那就是他們 他們的母子 他們的這種 他們的母子 的照片 在那裡 意思是說 我有教你的方法 做驚禮 現在 祖先團下來 不可以親菜 照不來 這 通常就是 我做 新名 祖先也變新名 去了 對不對 另外一項就是 你現在的新名 給你 給你的店好 你還敢 購買 購買 你這個 所以不怪我 跟你說 有一天 我去那個 一個地方吃飯 那個人 我怎麼吃 那個 那個 算服務的 那位 他就跟我說 他說 這中公的東西 吃到會怕 他說 是怎樣 他說 他說 他們這個 黑白做 黑白染 就是 我們台南 還有好在地上 台南 還有生命 很多 台南生命 真的很多 跟他那些 泡泡泡不乾就對了 說到這個泡泡 我等下補充一下 但是 他說一句話 他說 他說 他那些人 有特探紙 沒有生命的觀念 我們 舉頭三尺有神明 對不對 他沒有生命的觀念 當然就是 青菜 南青菜 做得一十二 反正 沒有什麼散有散爆 二有惡爆 有好處在台灣 還有一些生命的觀念 這也不行 我老實說 我想想 我看這些廠商 這也沒用心的一堆 這到底有在拜神明 沒有在拜神明 你也不知道 是醫生 有那些嘴諺 經手放冷 你也不知道 所以呢 但是在台南 神明這件事情是 尤其是 我們高到這個 周末的時候 差不多每個禮拜天 嚇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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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了 拌到一大堆 現在市議員 市議員 問那個市長說 請問的 拔拔得能拔多少 市長跟她匯答說 兩串 哎 你怎麼知道 我們去廟 роде嗎 廟公都 小太快去 誒 這廟公善事 妳也差不多 我是 沒有說我 我來 你的 你怎麼知道 那些 那些拔拔 conhecer 神明 慶祝雞 姓 聖誕 之類的 這都是 應該是我們的 民俗的一部分 但是喔 放到這樣 兩十二點過了這樣放 那放到時候 人家沒辦法睡 不然就把你放幾天的 都沒在停的 那好像空氣汙染啦 然後呢 那個噪音喔 那有什麼力量呢 我來台南大最受不了就是這樣 我就常說 哎呀 你敢不可以改變一下 拜託的 我們不要這樣 放幾天的 放到三個半個 我們不可以改一個風聲 還要有雷射的 對吧 雷射的 看你怎麼冷就有冷去 不要放那麼多拋啊 放到這樣 真的是太誇張了啦 實在是太誇張了 也常常說 當然生命比較大啦 但是老百姓也是要生我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啊 我們現在說來說去 就是說 吃四種東西 我的看法 就是很簡單 我們躲在這個 台南嘛 尤其我們台南 不管 吃牛肉 吃豬肉 吃雞肉 吃雞肉 比方說雞肉也是啊 雞肉 哦 那個 拜日的時段 我是說 雞肉沒有台 雞肉應該沒有台嘛 叫人家說 不是不是不是 蛤 為什麼不是 你說 啊這個 他的油肉齁 是在那個 江山那邊的 所以都緊緊的啦 你可以去看那個食品的安全的履歷是什麼 我們現在 我們政府本來要推那個食品的安全的履歷 就是說你每一個食品 比如說用手機掃的 你就看到他的 日本是這樣 日本有一個叫做QR code QR code QR code Quick response 二維條碼 你現在手機掃的 你就可以看到 產地從哪裡到哪裡 又運輸到哪裡 到哪裡是很清楚 人家用這樣做 所以你現在 但是 不管你是有沒有產地的履歷啊 什麼啦 我跟你說 最重要還是要本產的 本產的 本港的 人家說這才是讚的 你知道嗎 記得 我去日本 吃一個天不辣 齁 整天有要走死人 一個天不辣 兩三千塊 天不辣 天婦羅 一份中餐的那個 天不辣 兩三千塊 我的朋友請給我說 欸 他本來要請我吃天不辣 我在想說 這我在台灣的日子要就有了 你是在吃天不辣 去到那邊這樣不一樣 他們就是強調說 我這是奔散的 奔港的 本地的 本地的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很可能 我們把土地污染了 你說 啊這個沒有問題啊 污染沒關係啊 都全部在做工廠啊 開發啦 現在有人就去宜蘭 不是去買餐 不是要製餐 是要製房 一個人在那製房 製到很大間的 不是要製房喔 不是要製餐喔 要製房喔 好啊 你現在是把這些農耕地 全部都給他廢除了 都去由工廠占掉啦 都去由這個 各種的什麼經濟 租屋都沾去了 我請問你台灣人 要吃什麼 要製房啊 製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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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製房 你不是不怕嗎 比如說我們台南就好了啦 親切不要說什麼 我們的香菇 香菇在那裏有 我們那裏就有了嘛 那現做現材 然後你這眼睛可以看得到它從哪裡來 比如說我們這次 要吃甘蔥 甘蔥到哪裡來 南療嘛 所以我們眼睛看得到的嘛 我們要吃咖啡 咖啡最好 東山咖啡嘛 你說 我不是有外國的曼特林嗎 有藍山嗎 還可以做曼巴嗎 叮叮叮 外國進口的 咖啡這件事情就是新鮮 也沒有別的啦 環境所有的食品 通通叫做新鮮 比較說 我們過去的原住民 原住民在吃東西 各位有注意到這裡看 原住民在吃東西 其實傳統的原住民的所有的東西很簡單 我蔬菜就是水燙一燙就好了 這麼天然的就最甜了嘛 對不對 有魚烤一烤 湯煮一煮 可以了嘛 你如果說 要說你抓就是什麼三滴三滴 原住民烤山豬肉 什麼 對 就是這樣這麼簡單 但是我們現在開始 有魚就要說一說 你如果去原住民保護區 什麼我哥也幫你做出來 對不對 原住民已經怎麼吃黑 他什麼我哥現在都幫你做出來 有魚就要光光嘛 所以我這天 我有經過一座樓 我去安平 安平當然有很多的很好吃的 我安平 我差不多到早 我就去那裡繞了一圈 要了解一下說 安平的早晨是怎麼樣 整個安平 我們知道安平過去 最多名字就是蚵仔嘛 倒灰嘛 就是這幾樣東西嘛 蚵仔煎 燒火 其實安平過去是 他算說 在蚵仔煎起來之前 他算說 還不是很開發的地區 但是現在 蚵仔煎去做市場 安平開發之後 好 很多人 一堆人去就對了 啊 為了要應付這些公共客 什麼的就來了 什麼漢堡 什麼有的沒有的 什麼 每行都走出來就對了 啊 我這樣生人回來 我這樣感到很感慨 我說 這個安平的飲食文化 亂了 亂了 亂到什麼程度 亂到就是說 你去到你就可以 跟台南的小吃 沒什麼吻合 好像表面上有很多台南的小吃 但是呢 大部分呢 你就看起來 它簡直實在是有點 我老實說 我的感覺 個人感覺 不倫不賴 不倫不賴 就是說沒有那個 那個特色沒有去 啊 純粹都要迎合觀光客 啊觀光客要吃什麼 你就賣什麼 這 台灣吻 台灣人 如果是要做公公術業 一定要齁 跟他們說 放得更長 放得更長 千萬 有人要做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人家叫你怎麼做 你就怎麼做 比如說 台南的沙漠 沙漠 沙漠 就虱目魚 啊虱目魚 當然你如果說 要去把那個觀光客 畫虎爛 你當然可以說 那個是什麼魚 真神公是什麼魚 你可以編個故事 但是他 但是如果人家來 你還是要很 鄭重 深層的跟他講說 這其實是台南 特有的 經過他的歷史上 有那個西班牙的 那個什麼 虱目魚的 音 改金 啊 或是我們 施拉雅的音 改金 我們就要說一些這些 深層的東西 人家就覺得說 喔 來這裡很有藝術 這 還有這樣 大家可以說這個 啊 啊 萬一說他就要賣那個 中國 四目魚 啊 中國人聽到那個 詩 就說 頭詩 詩 殺母 要怕死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 四目魚 改成 師母的 人 師母魚 啊 這 果實感無必 啊 你一定要保存自己文化的特色 我買了 我再去一個簡單的例就好了 我有一年 去那個 水師 啊 有一個地方叫做 高蘆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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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在吃起司都知道 高蘆爺是全世界 齁 差不多產起司 八分之一 量很多就對了 欸 那一個 小小的小鎮上才幾千人 近年 湧入幾百萬的遊客 那怕死人的座 啊 那高蘆爺裡面 都 以前中國世紀的 建築家人 都一樣 連城堡都放在那裡 齁 啊 去到那裡齁 他沒有幾個人幾千人而已 市民幾千人而已 齁 啊 啊 大家都去那製作 啊 去那製作就是什麼呢 第一 看他的風景 那他風景 沒有要跟你改變 不是說你觀光客來 我才改變什麼給你看 沒有 郭大廚也郭大廚 有 郭大廚也郭大廚 齁 我就是住我的就對了 我看你 欸 你觀光客要來不來 齁 啊當然有公公地區 啊 你今天你如果要吃那個 起司也有啊 要買起司也有啊 啊 人會說 為了 你對的人來 所以我來改變我自己嗎 沒有 他一定要盡量的維持 以這個小鎮獨有的特色 這樣人才會做 這這麼簡單的道理嘛 齁 這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一樣 齁 齁 今天齁 很高興啦 跟大家說這個 啊 牛肉的事情 啊所以呢 簡單說一句 總結起來 我們在台南吃什麼東西 啊 台南的最大好處就是 我們 對於食品的食材來源 有很多東西 我們是可以當場去看 齁 可以當場去瞭解 齁 所以 不怪有很多這些 台南的這些小吃店 我問他說 啊你好吃的秘訣在哪裡 他說四個字 新鮮 用心 這樣就可以了 齁 齁 好啊你今天真不好意思齁 齁 跟我們幾個節目都用一個 憑空音在說話齁 齁 等說啊聲音真的實在有無意識齁齁 齁 好 再給大家鼓勵來下一個失禮 啊我們後來這禮拜 更多時間 自由之聲 FMQ1.5 漁夫自由走再會 多謝收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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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